开了40公里的车到大厂 就为了吃真一道菜 真爱是大厂的老顶 两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啤酒鸭 多少钱一份 八十一份 我就叫啤酒鸭 就来吃这一道菜的 这里面是干嘛还能说东西啊 啤酒鸭里面有菜 就这个是吧 对 是整只鸭子 是的 我让你进去拍鸭子怎么烧 那进去不了 现在从往再忙 哦 开多了 25年 看这好像很有吃鸭 鸭子酥辣脱骨 今天一拽一会就下来了 来吃的好像都吃啤酒鸭 啤酒鸭是不是就啤酒烧的 对 里面有各种调料 鸭子的菜应该也是以土菜为主 大牌 低沟鸡 低沟牛肉 酸菜鱼之类的 基本都是些酱汤菜 鱼香肉饰 水煮又要饰 啤酒鸭里面就有这些东西 鸭靴 千丈 豆芽 蘑菇吧 还有鸭子 来啦 这么大的鸭子 我拧一下子 估计要两斤三斤 八十斤一盆 卖的价格跟烤鸭也差不多太多 现在我要铺子 我看铺子非常冷 吃了酒菜子 美食我有 现在我们吃鸭圆啤酒鸭 看着腿 轻轻的 下来了 鸭子皮 应该是炸过的 炸过的鸭子 然后再下来这个鸭子里面烧 上面有一层红油 我来形容一下这个鸭子的味道 就是很香 我平时吃这种麻辣汤那味的 就味道很浓郁 喜欢我们这种口感这么的吃 前面 豆鸭 和点鸭靴 这实话讲鸭靴也稍微长了一点 鸭子非常有味 所以这个杯菜也非常好吃 大厂的朋友对它鸭应该是相当的舒适 二十五点的老鸭 这种鸭子少不了 它比鸡的肉要嫩很多 就是耙鸭的烧发 但是它鸭子不一样 鸭子豆鸭 也不瘦 带点辣碗 让你的老鸭统一的份额 不管大鸭也好 小鸭也好 灯光特别的混暗 门口的 门口的也是特别的混暗 收藏一半不让牌 像吃鸭子 哪边最好吃 这种鸭子 鸭脖子是最好吃的 本来有乳管味道有种 不然那个皮呢 因为炸骨了也好吃 鸭脖子肉 轻轻硬的 骨头跟肉就能分鸡 这两天我给它定一下子 牛虾酒是牛虾饭 都知道我最后一杯必须是啤酒 管它必须是啤酒 舒服 双滑袋子 吃多少钱 双滑袋子 不要价值 鸭子不要价值 你俩大碗人吗 我们俩一天大碗几十公里 你看 一天要买多少个鸭子 现在都已经100吃了 已经100吃了 哦 你卖一个吃一个是吧 那可疯了 110 鸭子80 盒子4块 餐具4块 哦 鸭子80 盒子3块 餐具4块 然后一瓶吃酒 一瓶小白酒32 一共是119 你看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这老鸭子今天生意不好了 荒满的耐心 可以这么说 来一下鸭 都是奔到这道菜来的 这不大锅子吃了 是吧 对 哦 不是 三个大锅子 里面还有 这应该是老师傅在打包的 鸭子里面是学校 然后来了以后 素材的下锅会 你不清的话 鸭子 鸭子 鸭子可能要少两三个鸭子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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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